大政治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政黨惡鬥 Shut up 無色覺醒 違告 觀眾朋友好 我是周玉琴 大家午安 我是林佳元 韓國瑜市長 你看他現在非常的忙 他忙什麼呢 忙著在兌現 他當初對選民的承諾 但是綠營在忙什麼呢 忙著在當網紅 昨天我們看農產品 都已經是運到福建平台了 東西真的是賣出去了 那麼現在韓市長 他今天也很忙 他正在跟歐洲商會的代表 在談招商 談投資 等一下到3點鐘 預計是要去看看 高雄不是有很多天坑嗎 道路是不是真的有鋪平了 他非常的努力要說到做到 但是綠營現在是忙著酸他 還忙著扯後腿 行政院長蘇貞昌甚至說 什麼自助人助 意思就是說 靠自己 他願意幫新北來蓋這些衝浪的 一些基地 但是韓國瑜欠了那麼多錢 中央怎麼都不幫忙呢 所以看到韓國瑜難道要轉彎嗎 中央就是不幫忙嗎 面對綠營 對手任何的攻擊 過去我們看到的韓國瑜 他都是非常堅強的勇於面對的 都不怕 但是沒有想到在前天 這個市長落淚了 而且他一天當中 居然還兩度落淚 非常的少見 那是為什麼會觸動他 讓他會當場無法控制他的情緒 落下男兒淚呢 白天他哭 因為他想起在15個月之前 他沒有任何的資源 就靠著他自己 一路的拼到市長的寶座 非常心酸的那一段過程了 好 到了晚上他又忍不住哭了 因為他夜宿兒童之家 結果當時他問小孩要什麼 結果有一個住在那邊 已經是10年的17歲的少女 他說我想要有一個家 韓市長當時一聽 立刻他抱著這個女孩 緊緊的抱住 也忍不住落下了男兒淚 韓市長他的眼淚 代表他對人民的感激 還有他的堂禧 只有人民才是他心裡面 真正最軟的那一塊 有沒有想起 某個人的經典語錄呢 今天我們看看 韓市長他為了要讓人民過好日子 你看他不但的拚經濟 他也知道要支持九二共識 這樣才對嘛 兩岸要好好的發展 和平相處 那麼大家一起努力的共同打拚 讓人民過好日子不好嗎 但是蔡總統他就是拒絕九二共識 然後也拿不出什麼更好的辦法 還叫你不要去講九二共識 韓國瑜現在我們也看到 他在接受日本媒體專訪的時候 他有提出三問蔡總統 要問問蔡總統 到底是要把台灣帶到哪裡去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都會好好討論 沒錯 其實韓國瑜造成了韓流 到現在還在延宵當中 因為在網路上 其實他有很多次直播 讓大家看到他很真性情 民進黨在九合一大敗之後 覺醒了 覺得說網路這一塊輸太多了 現在府院黨通通要當網紅 但是怎麼被說好像只學一半 總統直播的時候 還有上字幕分鏡 好像在拍電影 另外部長在拍所謂直播的時候 200個人看 70個人看 然後講的東西也讓他覺得 你都沒有講到內容 韓國瑜直播有講內容 包括九二共識 他也講得很清楚 怎麼把東西賣出去 他也講得很清楚 是有肉 有料的 所以學別人不要只學一半 剛剛玉琴姐特別提到說 他三哭 三度哭看到他的真性情 民進黨這些好朋友們 千萬不要說他的聲量不錯 我也要學他來哭一哭嗎 千萬不要 小心會變什麼 東師笑貧 今天的節目當中 也會為大家一一來介紹跟分析 現在要今天的五四來賓 中國十八社長王鋒 兩位主持人 各位朋友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羅有志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為大家介紹這邊的來賓 前立法委員吳玉升 各位朋友 大家平安 還有台北市議員茂南兄 謝謝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另外再為大家介紹 新黨副主席李勝峰老師 大家好 歡迎 沒錯 剛剛其實有特別提到說 韓國瑜最近一日二哭 還有之前在選前之夜的時候 甚至也是感動的落淚了 因為有很多選民 給他的一些支持跟鼓勵 最近看到是什麼 他到育幼院裡面去 有這個小朋友 讓大家覺得說 很想要有一個家 韓國瑜他當時是怎麼說的 一起來給你看 我主要問小朋友 大概三個問題吧 第一個就問小朋友 最快樂的是什麼 第二個問小朋友 最需要的是什麼 最想要的是什麼 大概第三個是問小朋友 好像比較難忘的吧 一件事情 透過這些我們就了解到 他們在育幼院裡面 住 食 還有教育 還有生活 還有跟朋友相處 他們大概的現況是怎麼樣 透過這幾個問題 小朋友真情流露 表達出來 有一個小朋友在這裡 已經住了十年了 今年大概十七歲 我就問這個小朋友 你最想要的是什麼 他說我最想要一個家 聽了以後 的確好像很難過 好 所以我們今天一開始 就來談談韓市長的三哭 再來談他的三問 所謂的三哭 當然大家聽到了 這個韓市長自己都講 他都忍不住 為之動容孩子讓他落淚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就是當時所拍到的 育幼院裡面的這個照片 韓市長他也是在兌現 他的競選的承諾 他自己有講 他說他一定要去什麼 要去深入基層 所以他也要到育幼院裡面 跟孩子們睡一晚 聽聽他們需要什麼 所以他當時其實提出了 三個問題 其中有一個就是說 大家你們想要什麼 結果這個少女 17歲的女孩 他其實在這裡待了10年 他說他很希望能夠有一個家 市長一聽忍不住 把他緊緊的抱住 那麼當時他真的 他也講不出話來 然後其實當時還有 旁邊有個小朋友 那時候也沒有講什麼 他就是舉手 然後他就湊過去 然後也是抱著韓市長 所以韓市長那時候眼眶裡面的淚水 一直是打轉 沒有辦法停下來 好 那麼再來看看正式一哭 那麼再來另外還哭了 同一天在白天的時候 這個韓市長他卸下了 這個黨部主委的職務 然後他就說 其實當時為什麼這麼的感動 因為他一路走來要錢沒錢 要人沒人 所以心裡面感觸良多 那再來這一哭就是當時在選錢 那個時候我們看到加芬姐 他又寫了封信 然後也錄了影片 那個感性的告白 讓韓市長也忍不住了 趕快地地上手帕 讓這個夫人趕快釋淚 這個就是當時非常感動的 三個令人動容的畫面 我想我們剛剛其實有談到 這所謂的三哭 我們就先從這個育幼院裡面的 那個場景來開始談起好了 我想友智 來 你先來談一下 其實我們看到 韓市長你說他的這個個性 他是個硬漢 你想想看 綠營那時候為了要打 王世堅或什麼的 秀逸營斷怡康 天啊 輪番上陣 他都沒有被擊倒 雖然他心裡面 也覺得有很多的委屈 可是他都能夠挺得住 可是在面對這些 尤其是最基層的百姓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忍住 這就是韓市長 我相信我們大家都媒體人 知道感動行銷 是所有的新聞元素裡頭 應該是最能夠讓人家動容的 但是這個感動行銷 是真的要感動到人家心坎裡面 而韓國瑜除了這次掉眼淚之外 我們媒體還喜歡分析一個人 哭真哭假之類的那種情緒 我還喜歡看他肢體 你看韓國瑜他在報這些育幼院 他也報媽媽這些人的時候 你看他怎麼報的 他是雙手環抱 他是整個搂在懷裡面 他不是那種握握手 然後眼淚不自主掉下來 那太好演了 他是真心的整個搂在懷裡面 那種肢體語言 我相信很多那種肢體語言專家 一定會有辦法去解讀這個 但是我們媒體記者 一看到這種他加上眼淚 那是真的 我覺得累 我覺得這隻人物很會哭 韓國瑜這三哭 我們都有一句話 以前明朝有個詩 男兒有淚不清談 只是味道傷心食 其實原文叫做丈夫 丈夫以前在古文裡面 還有代表這種 就是那種努力 認真那種種 什麼樣努力的人 會為了什麼哭 是這句話主要要表現的 韓國瑜為了什麼哭 老百姓幾個要求而已 吃得飽 穿得暖 住得好 竟然有人可以在他面前講說 我要一個家 何等卑微的一個要求而已 我們竟然這個國家 讓這些人可以跟他喊 我要一個家 我相信韓國瑜應該是被 這個家這個字感動了 再加上之前 包括他在選舉的過程裡頭 我相信他除了他辛苦以外 辛苦我相信不足以讓他 去掉眼淚而已 你看他在這裡頭 他沒有在怕的 拿起麥克風來 所有攻擊他的 衝著我來 有沒有講過這句話 他沒在怕他自己辛苦的 我相信這句話 辛苦不足以讓他掉眼淚 是他看到這些人眼神 那麼陰陰期盼這個人 這個人是誰 我 韓國瑜 他覺得是那種 中彈壓下來 然後悲從中來 我到底能不能做 我能不能做給你們看 我覺得他是那種 悲從中來的 你們這麼陰陰期盼我來做 我試著 我不要讓你們這樣子 你對比今天 搂在懷裡頭的這個 你不覺得他是始終如一的 他就是因為這樣的情緒在哭 他是一個兩個極端的情緒 他這17年難道好過嗎 一下失業 一下子被政治的同黨同志 被他邊緣 被大家把他邊緣化 他所有的苦何其少了 可是他沒有 他沒有因為這樣子被打倒 他自己站起來 他何嘗不希望 這些育幼院的小孩 這些下面每個陰陰期盼 包括貪食蛇那些 走在他後面騎的摩托 跟著他的人 這些邊騎邊哭的人 他多希望他們不會再這樣子了 你看政治人物的哭有多少 大家點名 點兵點將就知道 最喜歡哭的是誰 馬英九 不是網友還有喜歡再去Google 馬英九哭 馬英九累那個新聞 還有網友統計 PPT你最近去看 馬英九卸任到現在 總共80則新聞有關哭的 他哭的比率之高的 其中真的是因為他在外面 因為老百姓 因為什麼 哭了53則 這直接就交代 你看馬英九最常哭的是什麼 去慈乎夜靈 有沒有 他想到以前 蔣經國對他的之餘之恩哭 或者是他看到去 國軍將士幕的時候哭 他是為這些 他以前經歷過的這些東西哭 馬英九的哭有他的原因在 還有催淚的 有沒有 像以前蘇貞昌選舉的時候 盧修一驚天一跪 他是催人家的淚的 這些下面的人 是因為他的意志感動到哭 還有一種政治人物哭是什麼 還有一種選舉的時候 一定臨堂馬上第一個要跑去的 邊爬邊哭 邊爬邊哭 哭到最後的時候還叫錯名字了 為了什麼哭 為了選票哭 這些你剛剛 我們點兵點將這些哭 我請問兩位主持人跟在場 哪一個你感動到了 當然這個比較感動 你感動不到 你會知道 這就是你以前成長背景 你靠這些人起來 這個就是你的選票 難怪你哭 還不是為了選舉為了什麼 這些人全部都是為了 自己的政治前途 來做感動行銷 這些眼淚 當然也有可能自己出來的 當然也有可能演出來的也有 但是韓國瑜的哭 是自己感受到這些人 他們怎麼沒有辦法做到這些 我來做 而他現在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民情 他哭了 他哭的是高雄之類 這個小小地方 他怎麼沒辦法給這些人一個家 這20年來 為什麼這些人會願意跟在下面 台下 然後每個人看著他 然後在下面哭 他在想 他這幾年到底能夠為大家做了什麼 我覺得這樣子的哭 我就感動了 我覺得這種感動 其實對政治人物來講 我們老百姓才能感同身受 但是這個眼淚背後 我們還要再看 你會不會跟馬英九一樣 會不會跟蘇貞昌一樣 會不會跟盧修毅一樣 會不會跟爬的敬靈堂哭的一樣 大家看的是他未來 你感動了我 但是你為我做了什麼 我覺得會比較重要 台市長自己在受苦的時候 他不見得會哭 但是當他看到人民在受苦的時候 他都會哭 感同身受 不要說是在育幼院 大家還記得嗎 就之前其實他在面對農民 農民向他陳情 甚至有人跪下來 說拜託韓總幫幫忙 能不能夠幫我把我的菜 想辦法把它賣出去 因為現在賣不掉 或者是低價 實在是很可憐 他那時候非常非常的不忍 所以他那時候 同樣也是紅了眼眶 我記得非常的清楚 那時候在雲林 現在我們回來看看 他在面對一個17歲少女 這樣的一個想望 這樣的一個願望說我只是想要有一個家的時候 你看他就忍不住 他就哭了 留下了男兒淚 我想這個余軒 你在這個現場 你可以跟我們來還原一下 當時是什麼樣的情形好不好 我把那天的情形 從頭到尾講給大家聽好了 因為當天就是市長要去夜宿 那夜宿我們很早就準備了 包括小朋友在現場等待 所以市長到了 然後小朋友就很開心 那我們就坐進去 然後現場很多 其實還有很多局長跟地方的名帶 然後這時候就要開始講話了 市長他其實 我從這次活動 我真的感覺他在到真性情 有一些名帶講話就開始講說 我未來要推動什麼兒童福利什麼的 其實要知道 坐在那邊其實都是小朋友 可是市長不是 他一到現場就說 你們知道我叫什麼名字嗎 他說我叫韓國瑜 你們可能不知道我是市長 不過你們就把我叫成 禿頭叔叔或禿頭伯伯 這樣馬上就破冰了 因為我們做團體活動 第一個就是破冰 所以他就先破冰 然後接下來他講了一個冷笑話 你們要聽那個冷笑話嗎 要 還滿冷的 可是我覺得滿好笑 他說 因為他就說 小朋友你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市長 問禿頭叔叔 然後小朋友當然就很緊張 因為他手上抱著 我幫他買的那隻大恐龍 所以就有一隻那個 就有一個5歲 小班的小朋友 就一直在那邊繞繞繞 他就跑過去給市長 抱了一下市長就說 來來來你要說什麼 他就說我想要那隻恐龍 然後市長說你要先告訴我 你要就是 那不然這樣我講一個 我講一個笑話 然後講一個故事 你告訴我答案 我就送你這隻恐龍 然後市長就講了這個故事 他說沙漠上有一隻狐狸 他看到了三隻螞蟻 他問了 觀眾朋友你們也可以想一想答案 他問第一隻螞蟻 總共有幾隻螞蟻 第一隻螞蟻跟他說有三隻 然後他再問第二隻螞蟻 問第二隻螞蟻說 總共有幾隻螞蟻第二隻螞蟻說有三隻 結果他問第三隻螞蟻 第三隻螞蟻居然跟他講有四隻 請問一下 到底是有多少隻螞蟻 為什麼第三隻螞蟻要說有四隻螞蟻 對為什麼他講多了一隻 然後小朋友就開始踴躍 就說可能是鏡子 然後可能是狐狸也是螞蟻 是倒影 結果答案是什麼 主持人答得出來嗎 因為他說謊 老師太聰明了 對 第三隻螞蟻說謊 然後大家就哄堂大笑 所以我們當天場面就變得很樂弱 然後小朋友就開始講 然後接下來市長就提了 中英文雙語教育的重要 他就開始問 說你們現在幾堂英文課 他說有四堂 然後市長就說不夠不夠 小朋友開始哀 他說怎麼辦 我們現在四堂都學不完 因為其實我本身 就常去那間育幼院 然後上次記不記得 我們在選完的時候 有發勝利機牌 其實我有把勝利機牌 帶去育幼院給每個小朋友 然後就把我的經驗 分享給這些小朋友 我就講說 你們不要緊張 其實我都說我是余軒姐姐 讓我噴一下沒關係 我說其實我剛才 安逸吧 我堅持要姐姐好不好 然後我就說 其實我一開始英文也是 就是從十幾分這樣 開始慢慢考 慢慢唸起來 然後小朋友就有信心 然後我甚至就順便跟他們講說 高雄是一個國際化的大都市 然後市長就一直點頭點頭 接下來小朋友就開始講 他們的嚮往 但是因為小朋友還是很害羞 就突然那位5歲的小朋友 又舉手了 他就跑去擁抱市長 他就告訴市長說 市長說你要什麼 他說市長 我想要你的那隻大恐龍 還是要大恐龍 然後市長就好沒有關係 我們之後送給你 然後接下來市長就開始點名 因為其實 但是小朋友其實年齡層從3歲 然後一直到10歲 甚至17歲都有 還有大學 已經一直在大學念書了 所以其實小朋友年齡層很多 然後他們的想法也很多 市長一直點的時候 點到這位17歲的小妹妹 他看起來就是很開朗 市長就問他說 你住幾年 他說我住10年 他說那你想要什麼 那這時候我們心中的期待 或是想說 可能想要什麼禮物 想要什麼樣的工作 或想要環遊市姐 沒有 你知道那個小女生 因為連我都流眼淚 他就是淡淡的講一句 要什麼 我要一個家 他是 毫不假思索 他心中最想要的 就是一個家 你知道他講完 我們現場沉默了 每個人都紅了眼眶 我有注意到說 實際市長馬上就紅眼眶了 但之後我們就馬上 到了受贈禮物 這時候市長擁抱了每個孩子 他告訴孩子說 當你們有需要的時候 你們不要忘記 高雄市政府 有一個禿頭叔叔 永遠在等著你 你要寫信很簡單 不知道地址沒關係 你只要會寫高雄市政府 你們有什麼心願 有什麼心聲 你都寫給我 我一定會想辦法幫你們達到 所以他擁抱了每個孩子 你知道這個重要性是什麼嗎 大家有沒有看過 長腿叔叔的故事 以前有個童話叫長腿叔叔 你們沒有聽過嗎 沒有 沒有聽過 長腿叔叔 一個叫安妮 她住在育幼院 然後有一個長期資助 她的人叫做長腿叔叔 她定期就是寫信給長腿叔叔 因為你在生活中 一定會有不順遂的時候 可是說實在育幼院 是一個團體生活 你不可能什麼事情 你都告訴老師 有時候你同事間 同學間總會有一些摩擦 所以那位安妮 她就一直寫信給長腿叔叔 我認為她就是把這個故事 搬到了這個現場 她告訴小朋友說 你們有任何的心聲 任何的想法 你都可以寫信告訴我 我一定會親自 想辦法來回覆這個問題 只是長腿變禿頭了 對 長腿變禿頭 所以她讓小朋友 有一個跟她溝通的管道 而且我 就是她針對小朋友 也送了不同的禮物 譬如說小的就送文具 大的就送背包 她在擁抱完每個孩子 她都說加油 我是你們的禿頭叔叔 雨萱大家也很關心說 剛剛的小女孩 小男孩跟她擁抱的小男孩 後來有怎麼樣了嗎 其實那個小男孩 因為她順利拿到她的恐龍 所以她非常的開心 她也很開心 因為你知道孩子的世界 基本上他們 很單純 他們不會認為 他們今天會這個樣子 想要去追究 尤其是一個五歲的小孩 你要她怎麼做 對 所以對她來說 當天可以拿到恐龍 可以拿到她想要的玩具 是她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是啊 而且我看她們給她好多卡片 給市長卡片 然後上面又畫什麼 愛情摩天輪 對不對 然後還畫她的圖像 她其實就是把她很多的一些 政見 政策 然後把她畫上去 然後尤其畫摩天輪的時候 就是一個 她是比較大的 好像高中生的小女孩 拿去給市長 然後市長就摸摸她的頭 就說 對 這是我在推的愛情產業戀 不過妹妹你要等一下 以你的年紀 現在還不適合進入這個 還變兔子爸爸的 不過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她到這個地方 她就是真的想要給孩子溫暖 她今天來的其實不是別的 她也不要聽說 什麼福利 什麼政策 她就是要告訴這些孩子說 你們的未來是無可限量的 我們高雄市其實 她就一直告訴你們 告訴他們說 你要學英文 所以市長其實我就教大家說 晚安怎麼講 因為你要跟市長說晚安 然後有些小孩子 小孩子不會講 就講Good night 然後所以我們到最後 去每個房間看的時候 最後一句 大家都跟市長說Good night 然後還有跟市長說 明天早上要跟市長說Good morning 其實就是透過這樣子 讓他知道說 讓市長就是讓小朋友 感覺到市長對他的重要性 我覺得比較感動的點是 市長擁抱完每個孩子之後 他每一個都抱著 他每個都擁抱 甚至像小 就是有一些孩子 他比較小 市長是蹲下來跟大家擁抱 他讓我比較感覺說 他的真性情是 其中有一個小女孩 他比較害羞 他就是譬如說看你 不會這樣看你 就是比較羞澀在旁邊 市長就一直跟我說 你看那個五歲小女孩 他比較害羞 如果你有來 下次有來 你要多多注意他 因為有些孩子是表現 就是比較會表現 可能社會化比較OK 這個小女孩 其實會進入育幼院的孩子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 屬於自己比較坎坷的生命故事 才會進入育幼院 但市長就一直注意到 那個小女孩 然後之後他擁抱完 每個孩子之後 他就自己默默坐到位置上 然後他就轉頭 拿起他的手帕 擦了一下眼淚 所以他其實是一直 凝聚那個情緒的 可是我覺得在現場最震撼 就是那個女孩子 他不假思索 他說要什麼 我要一個假 他是不想思索的 不像我們可能有些小孩子說 我要電動玩具 我要什麼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是最卑微的一個願望 可是這是身為各種市的市民 每個人最基本應該擁有的 不是嗎 所以他同時覺得 他的責任更大了 而且那時候現場 其實滿多小朋友 大概多少個小朋友 其實現場大概30幾位小朋友 對 妳說30幾個 然後韓市長其實之前 也沒有見過他們 然後其實他都一一 在那個現場會觀察 然後真的 真心的 就是發自內心的在關心著他們 聽他們的心聲 其實我覺得他的 為什麼韓市長會吸引人 說在從選舉到現在 我這樣一路坐在 因為我們就是在同一個陣營 他的真是很讓人家感動的 就比如說他聽到民眾的心聲 他會流眼淚 你不會覺得那個是虛假的 他會真的願意花時間 坐下來跟你聽 我要特別講的是 像我們上次去勘摘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是需要勘摘的 一般的政治 我是說普遍的政治人物 如果有媒體勘摘 你是不是每個點 你都會發媒體 一定每個點 可是他會為了 不要打擾那些民眾 他現場讓媒體等 他自己去訪一個勘摘的點 因為他是真的想要去傾聽民意的 不是為了選票的 對 所以其實是他的真 一路上無論從小孩 然後到農民 甚至到這些民眾 到他的追隨者 你可以了解到 是他的真打動了我們 對 好 當然我想在這個育幼院的 相處的過程當中 你看其實也就是 短短那幾個鐘頭 可是裡面會有滿滿的感動 不僅是韓市長 他自己感動了 也感動了那些孩子 還有在育幼院裡面的 那些師長們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聊 好 我們繼續來看 其實有很多政治人物 過去也有落淚 但真的能夠讓你感動的 有幾個人呢 像黃國昌會讓人感動嗎 好像叫鱷魚的眼淚 是不是 被形容成這樣子 但是韓市長不一樣 韓市長其實剛剛余軒 講了說他在育幼院裡面 觀察到的韓市長 他是如此貼心 如此細膩的 是發自內心在關懷這些孩子 所以才會去比較他們的差異 然後說你要後續的去關心他們 因為市長這麼忙 他也沒有辦法常常在那邊 余軒 你還看到了什麼樣的情形 就是我們沒有在現場 我們沒有看到 而你看到的呢 其實就是 我剛才在講是座台的情景 擁抱完每個孩子之後 因為那個院方其實很用心 他準備了一個櫻花樹 然後他就準備一個大大的花瓣 然後有小朋友就說 請市長寫下對孩子的祝福 所以其實有一個花瓣 我有貼到我的臉書上就是 他市長現在在寫的花瓣 上面寫說 祝小朋友平平安安快快樂樂 他就希望說孩子平安快樂 因為畢竟剛才那句的家 其實撼動了我們每個人的內心 寫完之後我們就要去參觀 就是小朋友的房間 因為對小朋友來講 這個就是他的家 今天有一個客人 尤其市長其實對小朋友來說 是一個原本距離很遠的貴客 來到我家 那是不是我要參 就是開放我家給市長看 所以我們就參觀了很多 就是他們基本上 有分三到四個 他們是分組的 就同年紀相近的 就是一個房間 首先我們就去了 比較小年紀的 大概是學齡前 然後到大概六年級 那一去 其實小朋友知道市長要來 很興奮 他們就有準備了舞蹈 所以一開始他們就在那邊跳 然後一開始跳不好 我們還是給他鼓鼓掌 所以尤其那個年紀小的 真的還跳得滿厲害的 所以大家都是滿懷欣喜 看他們跳舞 但是市長還是同樣眼睛 就看在那個比較害羞的小女孩 所以我就發現說 他其實他 他真的會關心比較 比較弱勢的這些小妹妹 然後我們就給他鼓勵 因為我本身是三個小孩子 媽媽 我又是女生 所以我就去給那個小女孩 一個擁抱 讓市長比較放心 然後我們就到了 年齡比較大的 是比較大的女生 他們本身自己有餐廳 自己的廚房 因為院方設計得很好 所以這些小女孩 他們就切了水果 準備了一些茶點 然後他們邀市長 一起跳海藻舞 市長會跳的 市長會跳 之前不是有看過 沒有 市長說我跟他的學貓教 有十幾萬人的點閱 我的手腳比他靈活 他負責試鎮 我負責跳舞 所以他就把我推出去 所以就是我跟那些小女孩 一起在跳 可是就是還滿好玩的 因為就是老師 然後跟那個小朋友一起跳 然後在跳的時候 我們也順便問一些小女生說 你們現在生活得怎麼樣 然後未來有什麼想要做的事 因為他們年紀比較大了 然後也給這些老師鼓勵 其實我覺得在育幼院 除了小朋友你要鼓勵之外 這些申輔員也是需要鼓勵的 因為大家知道 這些小孩子有時候 來自破碎的家庭 他們長期這樣子 因為有的時候心裡 沒有那麼的健全 情緒的表現上 可能會有一些需要處理的地方 所以這些申輔員 其實也很大的壓力 比較特別是 我們又到了男生那邊 那邊有一個小男孩 他的繪畫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去年高雄的伊卡通 上面是他的繪畫 所以他特別把他去年的伊卡通 送給了市長 然後今年他也畫了一個 諸事大吉送給市長 市長就看了就覺得哈哈大笑 然後他畫了一顆石頭石鎮 然後就上面也是諸事大吉 我就跟市長講說 市長未來你一定是 國事家事天下事公文如麻 那你就把這個當成你的公文證 放在你的桌上 你每天都會想到這些小朋友 所以市長就非常的開心 他就把這個領域收起來 這小朋友一定會覺得很安慰 也很光榮 因為是能夠放在市長的 辦公桌上的話 我那個感覺不一樣 影響他一輩子了 對 就像那小女孩 她如果知道說 大家都有在關心我了 而且尤其還有這個什麼 還有這個市長叔叔 市長爺爺 反正不管小朋友怎麼稱呼 他們心裡面看到的就是 真的市長在關心 我覺得那個很不一樣 因為是一個什麼 精神上的安慰之外 其實現在我們看 韓市長真的是努力的說到做到 連物質上的安慰 都要讓他們感受到 是 尤其剛剛有特別提到說 韓市長要發放所謂的 安心餐券 因為現在如果說放寒假的話 很多小朋友離開了學校 他肚子就挨餓了 他沒有一夜午餐怎麼辦 所以未來像是學童可持這種 餐券到超商或者是便當 來換取餐點 總共有6600名的學生會受惠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政策 有人會想說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有選票的話 這個東西不見得有那麼多 很極客的一些選票 不是為了選票 而是希望能夠讓很多人 能夠真正能夠吃得到飯 我們想問一下 預算委員 這個是不是讓大家會覺得是說 他照顧到不只是有錢人 這些弱勢的人也能夠照顧到 對 因為大家都同意韓國瑜 是一個非常接地氣的政治人物 而且韓國瑜他一路這樣走來 從一個賣菜廊到一個參選 國民黨黨主席到勝選台 高雄市的市長 所以從他那個哭 我剛剛對他那個哭 有我一個角度的看法 無分藍綠 我認為你只要是真性情的哭 OK 我們都可以肯定 我們都可以認為就是說你是有心 而且你這樣一個哭的本質你反映的是 這種鐵漢柔情 像剛剛嘉然說講的真性情 你假設真性情就好 可是你在哭了之後 你有沒有去解決問題 可能是社會會期待你的 會要求你的 所以他去看了兒童自家之後 我相信對高雄市的社會局 或高雄市的相關的單位 去協助這些義憂院的處理 未來經費的補助 或者政策的調整 我認為是有幫助的 那韓國瑜這次所用的 寒假的兒童的對時券 其實在台灣他不是第一個出現的 在台灣第一個出現的是 朱立倫市長叫幸福保衛戰 幸福保衛戰在新北市 我們做得非常之好 就是說你只要是認為 你自己覺得你吃不飽 或者是你家庭有困難 或是你失業 他不是只有小孩 他大人或者大人帶小孩 都可以他去跟萊爾夫 去跟全家 然後他們特殊連鎖 然後新北市 我剛才做的時候他們很害怕 他們怕說大家會去亂吃 大家會去白吃 就發現並沒有這個情況 然後他們每隔一段時間 他們再跟他結帳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這件事情 他山之石 足以攻措 我覺得韓國瑜現在能量 非常之強 其實韓國瑜應該把 這個寒假的兒童的對時券 其實他可以把它擴大到 不僅是寒假 我覺得是可以擴大到平時 擴大到整個高雄市區 因為現在整個失業的人 或者是中途 或者是私孤的人 或者是孩子 或者是老人 或者是婦女 我覺得會有一些情況 所以韓國瑜就趁著 他一些能量很強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他可以登高一呼 第一個 他使用政府的公共資源 他其實是有限的 政府的公共資源也是有限 可是第二個 他可以是呼籲社會企業 能夠捐贈 各位記不記得 像家園跟玉琴一定 你會買咖啡 你會記杯 你會去記杯 對 我現在的觀念就是說 對 你記杯這個概念當中 就是說我記杯不見得我本來領 我記杯只要我授權給你7人的人 我授權給你全家便利商店 你覺得有些人需要 或者可憐 或者肚子餓的時候 我記杯這種泡麵就送給他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一般人也可以貢獻行李 沒有錯 所以我非常的認為 韓國瑜要善用他現在的 全國的超級能量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韓國瑜他的 那個酷的感覺 不僅是他牽動了一個 一個17歲的女生想要加的感覺 我覺得韓國瑜要創造一種 高雄就是一個大家庭 我們高雄就是一個大家庭 透過像宇軒他們來協助 高雄市的問政 高雄市政府的整個督促 我覺得韓國瑜要去策動這些東西 然後去善用官方的資源 跟民間資源的一個連結 所以這樣的一個事情 其實我是非常肯定 但是我是覺得 千萬不要只是一個寒假 我就可以從寒假當作一個好的開始 然後開始去驅動當中 平常也去做這些工作 然後他不要變成一次性的活動 台灣的社會裡面 對政治人物最討厭的東西 政治人物經常會玩一次性的遊戲 譬如說放煙火 就結束了 就沒有了 跨年晚會 鋪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希望政治人物無分藍綠 大家多多用心接地氣 然後從民眾的心情出發 然後去做一些 比較永續經營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看韓國瑜 在高雄市場每一個做法 我都去檢查他的東西 我都期待就是說 從韓國瑜這樣的溫柔的 或者是善良的 或者是君子之風的 一種講法裡面 去轉換出來一個 可以永續經營的一種方法 一種方式 我覺得這樣的話 其實高雄的經驗 或高雄的韓流 它可以變成 我們中華民國的一股亂流 它變成一種全國的效應 我覺得這是好的 對 而且剛剛其實 因為我也講到一個重點 今天哭 哭有沒有解決問題 那才是重點 解決問題對不對 而且真的你心裡面 是要一直想著 我要幫你解決問題 這才是重點 剛剛其實余軒有提到說 這個市長去了育幼院之後 你看他哭了 然後他也抱住人家 這個小朋友 給了人家的安慰之後 有沒有再設法 繼續要解決問題 有 因為他看到 可能有一個小女孩 她的個性 是不是更需要 更多的關懷 所以他有去說 你要去幫我盯 我不能來 余軒你要幫我看著 然後其他後續的一些 物質上的條件 是不是還有更多 我們需要再做的 我們要繼續的努力 這是韓市長 此外你看 他其實在選舉的時候 也哭 很多選前什麼造勢晚會 大家是哭成一團 我想不用多說 大家應該也有印象 可是他心裡面想的是說 我要幫我們這些高雄人 要讓他們努力過好日子 因為他們現在又老又窮 他們過得很辛苦 不要讓他們再受苦 我希望當了市長 是要幫市民們解決問題的 我想這個就是最大的差別 不是嗎 來 副主席 是 這個政治融入的言情 都是這行為一言 不只是用說 所以我想就不再討論 他這一個行為 導師可以從這裡 可以來談幾件事 台灣政壇上看能不能 因為這樣子 大家來改變一下氣氛 我們因為參與政治活動 我們常面對很多場合 所以我們先質問一下 我們是不是說了太多的 空話 大話跟套話 套話就是這一套話 是用進所有的地方 只不過把名字換一下而已 套話 上去就是那一套 大話 沒有問題什麼時候 空話套話 然後空話套話就算了 有時候還會講謊話跟假話 所以這一些 都可能社會不需要的 要的 我們好好的 大家好好的來講真話 等一下可能我們談到了幾個問題 就是要來面對 台灣的政治人物 要不要講真話 假如我們覺得 對一個人的真性情的表現 我們是非常的肯定 我們就要講 真性情表現 是一種body language 是一種行為語言 我們就要看 花至你嘴巴說出來的 那個到底是啥 那個真話 才是一個真正的一個重點 所以當我們聽了太多的套話 空話 假話的時候 我們就很想聽聽真話 就如同我們很想看看 政治人物的真性情 沒錯 其實剛剛有特別提到說 韓市長很感動 跟這個小女孩說想要有個家 感動的抱著哭 大家也關心說 韓市長對於這些弱勢的家庭 有沒有說更進一步 說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除了哭之外 最實質的就是能夠給予 他們什麼樣的鼓勵跟加油 我們想問一下宇軒議員 韓市長未來有沒有什麼 更進一步 除了寒假可以放一些餐券之外 還有什麼更多事情 其實他就是我們昨天 最後一個行程我們去參觀是 在職訓跟陪 我們社工叫陪力 就是說這些小朋友 其實他們目前 可能他沒有辦法選擇 他們的出身 所以他們可能在育幼院 但他們的未來是無可限量的 所以其實勞工局的 職訓中心有介入 所以下面有美法的模擬教室 所以小朋友有跟 我們的禿頭叔叔說 我們有提供 頭皮按摩的服務 當他第一個客人 對 沒有他們平常都有在練習 所以市長就在哈哈大笑說 也許早上可以試試看 然後還有烹飪的教室 然後還有水電 其實就是要告訴孩子說 其實你們透過這些職業訓練 你們也許現在沒有擁有自己的家 但是未來你們的前途 不是無可限量的 另外他一而再再三 為什麼教育局長要陪 而且其實我也注意到 我們的教育局長 他都一直去翻小朋友的書 他注意說那個書籍有沒有 中英文雙語 對 所以其實 我們有注意到有一些通書 我就有給局長看說 你看這個有中英文雙語 所以也許可以安排一些 我們的替代役 他們可以來這邊 然後幫忙這些小朋友 做一些課業上面的補救教學 所以其實市長是有針對 他們的未來去做補救 就希望說可以第一個提供職訓 第二個目前我們教育的能力 再去提升 那就是希望說這些小朋友 也許現在在育幼院 但是他們的未來 透過我們剛剛是溫暖大家庭 溫暖的服務 他們未來是無可限量的 對 韓市長很努力的拚 但是我們看到好像綠營 他們現在還在那裡酸 扯後腿的 不給錢的 還要逼他還 陳菊市長欠的錢的 好多 是 好 休息一會馬上回來 好 我們看韓市長就是這樣 他說到要做到 非常努力的一一來兌現 他當初的競選承諾 現在看到他不是喊出那個 喊得很響亮的口號 貨要賣得出去人要靜的來 高雄發大財嗎 貨要賣得出去真是賣出去了 是 來看看這個是所謂的 500噸的農產品 賣到了福建平台 價值多少錢 2200萬元 這只是第一波而已 不要看到這個數字而已 另外像高雄很多蔬果 通通賣到了大陸的平台這個地方 這只是第一階段 但是現在有人說 民進黨的人 這新潮流 台獨大佬 林卓水 說厲害了 高雄發大財了 加油了 但是有人說 然後他就說 厲害了 我們就看 他就說厲害了 高雄發大財了 林卓水這是大佬 綠營的大佬 真的是在稱讚他嗎 而韓國瑜市長 聽到他這麼說之後說 我也終於等到第一句讚美了 難道 來 來 林卓水真的是 最近現在在挺我們的韓市長了嗎 有志 難道我們林卓水 是吳宗憲上升了嗎 厲害了 厲害了 我覺得真的 我們不是所有政治人物在座的 尤其對面這三位都是曾經在政治上 呼風喚雨的人 還有我們這位新科的議員 政治人物不是應該為所有老百姓 講話做事的嗎 哪怕是多小的事情 多麼為一個人都好 不就只要有人願意為一個老百姓做事 我們都應該跟他謝謝 當然 茂蘭議員如果有一個老百姓 跑到你服務處跟你說 幫我的忙 他度過這難逛 你不要說只有一個我不幫 會不會 不會 我們通常都講一句話 服務不分黨派 服務不分黨派 服務的範圍當然不分黨派 賣東西賣多賣少 應該也不用算 也不會因為說你只幫一個人 幫十個人才是議員 幫一百個人才是議員 也不會說一個高雄市長 賣兩千萬就不是幫忙 賣兩億才是幫忙 你要不要去問問這些農民 你幫他賣20萬他高不高興 高興 哪怕一根香蕉他都高興 這就是農民現在的心情 所以可見民進黨 尤其是新潮流 還不曉得新民意的來源是什麼 這次韓國瑜贏 就是贏在新民意 何謂新民意 我已經不管你藍的是綠的了 我連韓國瑜 我都不把他看才是藍的了 我管他夜席 我管他唱什麼歌 你只要給我好日子 看到我們你會掉眼淚 會真的真心跟我們站在一起 我就挺你 哪怕你2000萬 20萬 2萬 20塊 我都謝謝你幫忙 這個叫新民意 這新民意已經如洪水無法擋了 這個新民意要的 不是2000萬這種數字 0.09% 現在還在用高級酸 來酸這種小小的恩惠 其實說實在的 我終於可以知道了 原來你民進黨的心目中 2000萬還算小小的 不是這麼說 原來2000萬還算小小的 不怪你們剩菜八千八百 可以等在水裡面 不怪你們八百 它滴水滴不效果 你們也可以說一批 你們有道理的威 你們在心目中有800億 8800億分一分 亂一亂 那叫有價錢 有貢獻 2000萬多少的農民 2000萬可以吃喝幾年 多的 要不要算算看 拿算盤來吃看 我們問那個不算白了 2000萬可以多久 幾年 多棒 2000萬已經要謝謝了 感恩了 可是我們現在民進黨 有一個臨著水 有一個新潮流的大佬 在新潮流的心目中 只有那種2億 20億 300億 3000億 那種才叫大錢 不怪你們把我們的祖賛 國家的錢造成這個地方 原來花錢是你們的政績 原來花8800億 你們才覺得棒棒棒 蔡英文應該要繼續做下去 原來是幫我們賺2000萬出去 你會覺得根本就沒有什麼 我覺得這句話聽得我很痛 你也可以 韓國瑜也可以不去做這2000 他往大的去做 可是沒有2000萬 哪來2億 不是 人家不是說 擊殺城塔 對不對 不是這個從小大家都會講的 擊殺城塔 擊殺 這不是國小課本大家就有的嗎 可是我們一個位居廟堂之上 知識分子 一個立法委員 曾經在台灣新潮流 也是帶頭的人 可以說2000萬 然後又高極酸 你做這個好在那邊說嘴 我跟你講 你要不要去跟高雄的農民問看看 你只要跟他講2000萬 大家又感恩 如果今天這個2000萬 白玉苦瓜在2000萬 那個蘿蔔在2000萬 芭樂在2000萬 就連前幾天 不是有一個原民的議員 說愛玉 把我們帶我們出去 如果韓國瑜這幾個月之內 把愛玉又賣出去2000萬 一個2000 兩個2000 兩個238 100個2000萬 那就好幾十億了 不要因為這個小 然後我們民進黨就在那邊酸 每一個事情 每一個老百姓的口袋裡面 2000萬對他們講都是大的 你剛剛那小朋友還忘了嗎 他的願望那麼小 只要一個家 老百姓要的不是幾千萬的東西 不要是幾百億的東西 是你們給我一個希望 2000萬代表的是什麼 希望 是希望 有人終於幫我了 但是你現在在那邊酸 我跟你講繼續 拜託臨桌水門 你們可以繼續把2000萬當做 不當一回事 高雄農民 你問問這些高雄出來的 他會怎麼看這句話 2000萬沒算什麼 我再講一次 你們是農民聽好 2000萬沒算什麼 就是旁邊 鴨頭這個他說的 看得好就是這個說的 是啊 你看本來我們也想說 林卓水難道也真的來誇 發韓市長了 對 展現氣度 愛與包容 所以真的在為人民著想 要讓大家過好日子了嗎 結果再一看 發現原來那個裡面 還有夏文 你看他說 一出去就消掉了價值高達 高雄的0.11% 更佔了高雄農工產值 2.1兆的0.009% 這樣寫出來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好像是在酸嘛 是嫌太少了嗎 那我們就要問民進黨 執政黨了 那請問你們做出了什麼呢 外銷都要靠中央的不是嗎 那結果呢 你們是0.0009 還是0.0009 還是0.000 來 給我一下貿難議員 剛剛有次提到說 林卓水酸 我是這樣講 有一句話是這樣講 我認為說他可能也是讚美 某個方式是讚美韓國瑜說 你確實你有說到做到 你有把後賣出去 他又講了說 佔了這麼一點點 我們先來講這個問題 站多站少 站在農民的立場上 他們就賣得出去就啟動了 他們就覺得說 那這個東西是有一個開始的 那對民進黨來講 也不是說不贊成 我們也認為說大家一起來做 只要台灣的蔬果 不管是水果蔬菜 不管是台灣的各類的產品農產品 都能夠銷到對岸去 因為對岸的人口多 他有13億 我們台灣2000多萬 我們台灣因為種植的改良的結果 所以我們應該叫品質好 而且量又大 而且我們氣候又適合水果的生存 所以台灣是水果的故鄉 那當然 林佐水講這裡 如果你硬要給它的時候 它是酸 那我也只能夠說你某種方式 你認為說 林佐水是不... 就是說你賣出去 但是他沒有很正面給你肯定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沒有正面給你額肉 意思是好好賣出去 有時候我看你 林佐水果真的滿辛苦的 我講真的 剛剛那個動畫 你去看網路留言 去看網路留言 我有看 我是說 真的滿辛苦的 你也不能給他報告 他就是在自己罵你了解意思 我想 就比如說最近有人包紅包 我要說的時間你賣給我 包得真多 我跟你講 請問一下 你認為這是贊美還是酸 這個解讀 我們因為時間到的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講一下 因為我看到鏡頭在講時間到 那我們就先講 等一下讓我繼續講 好 馬上廣告回來 在天地看冒難言 因為的確 就是說林佐水的那一番談話 他臉書上面寫的那個意思 到底是在誇他 還是這樣 還是在扁他 酸他 我們待會繼續討論 觀眾朋友可以想一想 我們先進廣告 我們馬上回來 我們先進廣告 我們先進廣告 我們先進廣告